有这么一家店在这儿吃饭从来不用催菜 刚下完单就能让你吃什么 是不是可快 看二十分钟给你能够上齐 二十分钟大得人 除了快 这家还有意想不到的重口味 导演神神秘秘说要去找一碗熟悉却没吃过的面 究竟是卖关子还是纯忽悠 一进店小飞竟然发现这里的女同胞似乎更多 这个厨师是恋爱的感情比较好 看甜的味道 平时完全不搭边的两种食物竟然组成了CP 还得到了吃货的一致推荐 到底怎么回事 关注今天的节目还有大波福利等您来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 导演 来到了这个地方打算吃啥呀 吃面 吃啥面啊 吃一个我把名字说出来 你肯定觉得特别熟悉 但是我保证你没有吃过的面 你别闹了好不好 我没吃过我怎么熟悉它 一碗熟悉的陌生面 还带有这样的啊 走 跟着导演混去 油泼辣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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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泼辣子面不油腻 很筋道道 很酸的很酸的 这导演神神秘秘的没想到 却是来吃油泼面 瞬间让人心里是直打退堂鼓啊 粗略算一下 这几年 小飞我吃掉的油泼面 少说也有上百碗 导演竟然说 还有我没吃过的 表面不是那种宽的吗 这个它是细的 不容易往两边沾吧 这种都是窄一点 它应该更容易消化一点 比那种 鲜那边吃的是啥面 有点宽 拉出来的那种 一条条丝的那种 我感觉这个面子就是 比较接近 那种老家斯兰这种 手切的这种促感面 在采访过程中 小飞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现象 往常去吃油泼面 那都是男多女少 毕竟那种香辣刺激的口味 比较适合男士 可在这里 女同胞们仿佛 更偏爱油泼面 可甜的味道 还有点偏甜 然后还有一点酸酸的 可能是这个厨师是恋爱的 然后这个感情比较好 不会有甜味吗 面是有一点点 厨师恋爱的 所以呢 见谁都想撒一把 可能是 甜甜的 还能吃出恋爱的味道 这些词和油泼面 火辣的个性 似乎不搭边 到底怎么回事 很多我们的顾客就会讲 你这个面怎么甜甜的 吃别人家的面 不会发甜 所以说这个 真的有甜味在里面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我可能 我叫它回甘 它不是说一入口 就是大家就感觉 像放着糖一样的那种甜 它是在你吃的过程中 不断地从你的这个 可能是喉咙 慢慢地就有一些甜味 涌出来 这个回甘的味道 从哪儿来的 料汁 从几味香料里 可能就芭蕉之类的东西 我那这个味道 它就有那种回甘 这个应该也是经过熬制的 对 是吧 熬制出来之后 才会有这个味道 对对对 这个火候掌握得好的话 它真的就是 它会带甜 所谓的有什么面的面 咱为啥用这种面 不是用那种 宽一点的刀削面 或者是那种 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去吃那油泼面 就是很宽 对啊 很很大的那种 因为不易消化 然后还会很油腻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跟我们河南 我们通常吃的这种牢面 手工面去做一个结合 口感更适合我们河南本地人的一个面 小麦粉 加上一些玉米面 石墨的那种玉米面 然后去做的 符合现代人的那种饮食习惯吧 讲究粗细结合 你要只是这样来看的话 你绝对是不会把它当作油泼面来看待的 因为这个面条本身的面形上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 不管是刀削的也罢 或者是这样撑出来的面条也罢 差别非常非常大 我看着它感觉有点像那种新疆辣条 对对对对 确实会很像那个炒辣条你知道 它会比辣条稍微软一些 还带点小劲的那种 咱们平常穿那个油泼面 它是那种麻辣 然后呢 嘴巴里面会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香气 它这个是在麻和辣的基础之上 它又有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在 所以它一下就会把那个辣和麻的那个劲儿 往下冲了一点点 酸甜辣 主要那种复合口味 其实如果留意的话 其实它后面写有一个油泼系列 基本上就它叫像纯素的油泼面 然后还有这个牛肚油泼面 然后鸡蛋番茄的油泼面 还有一个叫做牛腱的油泼面 这些面食类的在这都可以做成这种油泼的方式操作出来的 对于一碗油泼面来说 泼油才是成就灵魂的关键 要想彻底激发出香味 油和辣椒的选择尤为重要 咱们用什么油 我们用的是这个花生调和油 为什么用花生油 因为可能花生油对比较那个 大家普遍用的这种色辣油会更香 那味道能出得来啊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辣椒不只是辣椒吧 对 我们自己拼配过 加了少许内蒙的野香葱 比我们平常大葱的香味再足一点的香味 然后一点点冲的味道 还有我们用的这个石墨的这个青椒 就不是那种很直辣的感觉 就是比较香的那种 油它两个味道出来以后 就是说在香而不辣的基础上 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冲结 精道滑溜的手工面 配上蒜台 葱花和各色焦头 一勺热油浇下香气四溢 不用眼馋 今天我们也争取到了大波福利 让您尝鲜 这一波没抢到福利的粉丝也不用灰心 接下来介绍的美食也很特别 一般人根本想不到 在节目播出过程中 还有大波福利送出 让您抢到手软 这个呢 是我自己会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面条 它叫做豆花糊汤面 它上面加上有豆花 咱们平常吃的那个糊汤面 它应该就像那个韭菜叶的宽度 扁平的那种面条 短 但它这个面条呢 相对来看起来就比较长 但是说句实话 闻起来味道倒还是很香 来口豆花 在这个 独丝般顺滑 你知道 平常咱去喝这个糊汤面的时候 就是你喝这个汤的时候 它应该是很细腻的那种感觉 但它这个好像有一点点那种 好像小颗粒在里面 沙沙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很细很细的那种感觉 如果说你不是很刻意的话 你是感觉不到的 糊汤面和豆花 听起来完全不搭边 在这里却组成了一对CP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豆花跟咱这个糊汤面粉离得有点远 经常吃糊辣汤嘛 还有个两叉 豆腐脑 你这么突然一解释的话 我好像就没有什么疑问了你知道吗 我就没法再问下去了 它应该没有糊辣汤那么臭 是吧 对 它应该没有糊辣汤 糊辣汤就少个辣子就 不一样了 对 我们这个糊是它这个炒的这个糊 这个糊 对 是面糊的糊 对 它那个糊就可能就是糊辣 糊椒 对 胡椒的糊 这个炒的是我们糊汤里的一个核心的糊汤面油 它把这个叫面油 面油不是跟什么两场 不是这色啊 这个的话我们是用也是玉米面 我说法 我们就这么炒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炒到金黄 然后把它这个玉米面整个的香味 再加上我们用的那个花生调和油 包括我们用的大料啊 还有根茎蔬菜 整个把它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纯素的 还会那么香 您现在发送关键词 来来往往 你们忍吧 来来往往 对不对 算就是发送四个字 来来往往到香香美食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前20位的朋友呢 将可以获得价值36元的双人组合套餐 如果您也想尝尝甜味油脱面和特色豆花糊汤面 那就请记好地址 郑州市27路230号 郑州华联北街一方面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香香美食 我是大家美食侦探李大陀 今天 问你个事吧 你去吃饭最讨厌什么事 最烦的就是 就是你点完菜你知道吧 让你干啥灯 扎灯灯不来 你肥带给他说 好吗 来坐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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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不退啊 走了 不退 没有那句魔法台词 从来都不会提前给你上去 但是今天你刚下完单就能让你吃上 是不是可快 是快餐 不是不是 正常炒菜 那我们信 哎呀 而且大家还有个特点 就是重口味料理 有多重 就是可能端上来你不强能吃饭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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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里的大厨杨师傅做菜也有十几年了 说起炒菜那也是一把好手 最让他得意的是 从来没让时刻等着急过 我吃那家菜有八年了 八年了 人基本上过来都是买人了 买都是买人 来的早不快就快 菜还是快 有多快 菜基本上店外 你把你店成菜 不耽误吃 不耽误吃 二百分钟赏万 二百分钟赏万 做菜快是个优点 可是有句老话说的好 欲速则不达呀 哎 这你可想错了 如果做的不好吃 你想这个店能干这么久吗 哪来的时刻吃啊 是不是 这两个 这两个比具点啊 还有一个汤没有上 这两个是哪一个 一个是 一个红烧昌鱼 红烧昌鱼 红烧昌鱼 这个昌鱼跟咱们平常吃 牛鱼有什么呢 这个鱼非常嫩 这个非常入味 非常入味 对对 那鱼本身啊 它是刺得不 刺不多 这个蒸排骨 蒸排骨 这个感觉跟咱们 蒸排骨还不太一样 对对对 它是裹了有什么东西 好像是鱼籽吧 他们呀 鱼籽籽 这好吃是吗 这个蒸排骨外面裹了谁呀 我看是 我也没有吃出来 你也没吃出来 没吃出来 那吃出来口感感觉呢 这个排骨肯定是特别烂 嗯 所以我觉得千斤 千斤又烈 那肉都下来了 味道上感觉到吃肉不腻 吃肉不腻 对对对 粉蒸排骨和武昌鱼 都是湖北当地的特色美食 武昌鱼味道到底怎么样 了解了特色菜 接下来还要体验一下 在这儿吃饭 究竟是不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快 听说咱们俩这个出菜是不是超快 还能 还有就是自卖自夸 点点啥子 来一个就是 来一个鸡针 还有一个大肠 这个好像是刚才他们说的比较多 我点粉蒸排骨 好 然后还有那个红蒸五上鱼 好 就是 再来二米 看二十分钟之内能不能上棋 在二十分钟大挑战 小姑娘小姑娘 别别别着急啊 你再给他加一个重口味的菜 好 好吧 可以 开头除了说到上菜快之外 今天还要体验重口味 导演你也太坏了 悄悄的就给加上去了 是几个是啥豆腐 是啥 小米 像豆腐又像是小米 听着也不重口味啊 到底是啥呢 七分 在七分钟 第三个菜就来了 我偏过了一块 又到一块 这上齐了吧 还说二十分钟 十一分钟都搞定了 十一分钟二十三秒 无敌 一个鱼还有一个粉蒸排骨 这两个是这家店的湖北的特色 而且就是 这个说是粉蒸排骨 其实这个粉蒸排骨感觉 跟咱们平时建的粉蒸排骨 差别还是挺大的 是不是 咱平时建的粉蒸排骨 就是真的是特别脱补 我刀起来的时候 它没法整起一块 就那样点起来 除非是这个 像刚才这块脆骨 它还能让那样提起来 但是它怎样 那个厚多的那层肉 你稍微一刀 它就那个红蒸排骨 它外面这种米 吃起来 有一点点那个咸味 这个米粉那个红蒸 是因为加入那个骨肉 才会出现那种粉红蒸 在湖北 粉蒸排骨分两种 一种是白色的 咱们常见的那种 当地人管颜色淡的 叫五香的 而颜色重的 则是加了大料还有腐乳 味的就是蒸出来以后 有一种酒酿的香味 味道会更香 排骨则用的是猪肋排 排骨给盐 大概盐 放了有生姜 料酒 提前豆瓣 大概盐15分钟吧 然后加出的糯米粉 超过的糯米粉 然后整个1个小时左右 再整个1个小时 那刚才我上菜上了五分 这个排骨上的筷子 因为我们裹了一次 明天都随便留五分 15分左右 所以卖完了都没有了 还是限量的 还是限量的 这个鱼 外面 外面这样能脆的 然后里面这个肉 你看白嫩的肉 就是里面特别嫩 外面特别焦 然后这个味 如果你是那种烤稍微淡一点 我觉得就直接吃就正好 但是如果你口味特别重 的话 这个汁 你要蘸 你蘸 这米上 蘸点的菜汁 因为这个五肠鱼 这个肠鱼的鱼肉 要筋一点 要筋道一点 五肠鱼刚到一定 一般两斤 两斤左右的 很少 平常煎鱼的时候 要用小火 才能不让鱼肉粘锅 而杨师傅则是在锅里 倒入适量的油 切好的鱼下锅 不断地转动 火力没有减小 同时又能节省制作的时间 这种做法有什么成功 这种做法没成功 就是自己做完 对 我看他说除了说做饭快 还有个什么 就是重口味料理 是啥啊 小米 小米 小米能炒肉菜 这是肉 看着像鱼块 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 不管很复杂 这是鱼杂 鱼杂娘都不吃 有些什么 鱼杂 鱼贵 鱼子能有多少 这一个鱼杂 一个鱼杂能有多少 鱼杂 想必大家生活中并不太常吃 在湖北 这则是一道家常菜 不少当地人去市场 专门买鱼杂回家坐着吃 而且这个吃起来就是 鱼味比较酥 鱼味有点就是比鱼味更好 就是你不用操心 它有没有吃 行吗 说实话不行 这啥 你猜 螺旋了 螺旋的 这个说实话挺好吃的 这个有种毛肚的感觉 是那种脆是吧 它是筋拽 筋拽 筋拽 硬 然后这个东西西味比较西味 而且吃了鱼杂 红烧鱼杂主要以鱼镖 鱼紫鱼白为主 一起过油炸到定型 不然炒出来容易碎的夹不起来 因为鱼杂有很大的鱼腥味 所以需要重口味的调味料给去腥 大把的蒜瓣还有料酒 醋和糖 这样才能把腥味压住 吃到香味 这道菜看着爽不爽 当然 如果是单单我吃的话 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是不是 老板说了 今天这份 本蒸排骨作为福利 送给大家 一共30份 参与方式很简单 就是把一个答案 发送到我们香香美食的官方微信后台 蒸排骨作为福利 送给大家 一共30份 参与方式很简单 就是把一个答案 发送到我们香香美食的官方微信后台 刚才一共多长时间 我经历了多少分钟 这一桌菜就上齐了 如果刚才一直在看 我肯定会知道这个答案 精确到分钟就可以了 简单的发送给我们 我刚才经历了多少分钟 这一桌菜就上齐了呢 发送到我们香香美食的官方微信后台 你就有机会获得这份粉蒸排骨啦 来这儿吃饭 快是一方面 同时价格实惠 拿不准吃啥的话 看看大家桌上都有啥 照着点出不了错 如果您想来尝尝的话 地址可要记好了 郑州市淮河西路 跟秦岭路交叉口 向南200米路西 飞哥怎么样 这啤酒鸭看着有没有很馋呢 你说你啊 知道我对这啤酒鸭没什么抵抗力的 故意馋我是不是 想不想学学 学会了自己在家坐着吃 那才过瘾呢 啤酒鸭在家坐 那能坐得好吗 鸭子的腥味怎么去除 还有啤酒的味道 怎么才能完全地融入鸭肉当中 这些都不太好把握吧 其实在家做一道 特别解馋又美味的啤酒鸭 一点都不难 我们今天就教大家 怎么在家做这个啤酒鸭 首先我们需要在市场上 买掉一只这样的 我们称之为片鸭 就是鸭的一半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鸭肉 给它改一下刀 我们切这个肉 剁肉的时候 一定要快准很 提醒大家一点 我们在焯水的时候 一定是凉水下锅 我们开完火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肉绒放进去 随着水温的上升 然后把这个血沫打这个给逼出来 给逼出来 这是一步 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冷水下锅的话 它的肉绒 它不会搭到我们做出来 这个肉特别的柴 会很嫩 与此同时呢 我们放入到这个葱段 姜片 姜片 还有这个 花椒 还需要放一几粒花椒 去腥的 再稍微放一点点的料酒 这调料放齐了之后 等到水烧开 打掉血沫杂质就可以了吧 嘉宾说鸭肉焯水的时间 要久一点 水烧开后 再煮上三到五分钟 这样也能更好地 去除鸭肉的腥味 接下来呢 我们快速地把这个肉呢 放到冷水当中冲洗 放凉水 对 好 过凉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需要一个小瞄招 去水龙头用凉水给冲洗一下 我们经过凉水冲洗之后呢 那个肉会更加的紧致一点 对 所以说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肉呢 它又嫩 并且呢 又不缺乏这种紧致的口感 这样用凉水反复冲洗几遍 不仅可以更好地洗掉血沫杂质 还能让鸭肉的口感更好 要想鸭肉最终的口感更好 接下来嘉宾的这一步操作 确实让我大吃一惊 啤酒鸭 啤酒鸭 我们已经少不了什么 啤酒 啤酒 好 先对瓶饮一下 那么我这会儿就要先用一下这个啤酒了 这会儿都是啤酒吗 一般啤酒不都是在最后炖的时候往里放 那这会儿是干啥 这会儿是让厨师喝一口 然后喝到啤酒鸭更入味 有感觉是吗 对 我说导演 你还真打算让嘉宾先喝一口啊 你还别说这啤酒还真是让喝的 但究竟是谁喝 咱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就是我做啤酒鸭的小秒招所在了 我们把刚刚洗好的肉放入到刚刚倒入的这个 啤酒里面 对 啤酒里面 这会儿就倒进去 那 那这对这个啤酒鸭的味道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刚刚我们不是说大厨喝一口 大厨会醉 这会儿先让鸭子醉掉 这样也行啊 对 大厨醉不醉无所谓 其实鸭子醉掉口感会更好 同时这样也能够再次的去腥 本来啤酒酒类它就有这种提鲜去腥的作用嘛 这个办法好啊 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既可以去腥提鲜还能让啤酒的味道更好的融入鸭肉当中 这会儿就让鸭肉静静地喝会啤酒 大概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可以准备一下接下来炒制时需要的配料 我们今天炒的时候呢 一定是小火啊 我们首先给刚刚放入的这个炒料 这好几种啊 对 八角 对 花椒 花椒 葱段 姜片 这个是桂皮 桂皮 干辣椒 对 这都比较家常的料 其实这个炒料的时候不能火太大哈 嗯 因为小心炒糊了 嗯 小火慢慢地把那个香味给炒出来就可以了 对 炒出来 嗯 好 这会儿呢 除了这个葱味啊之外 我们已经闻到了好多好多调料的味道 嗯 我们把冰糖放入 哦 炒香之后放入冰糖 对 依然是小火啊 放入冰糖的第一个作用呢 是提鲜 另外冰糖还有上色增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要炒香之后呢 我们就放入刚刚浸过这个 冰糖的肉肉的啊 好 先把那个肉倒进去炒香 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转大火了 快速地滴出这个肉内的这个油水 嘉宾说就这样用大火将鸭肉煸炒至表皮收缩 表面呈金黄色 放入适量的老抽和生抽 然后再倒入刚才浸泡鸭肉的啤酒 哦 对 做这道啤酒鸭是不能加水的 是的 加入啤酒的量 没过鸭肉就可以了 加入啤酒之后呢 我们着量地放入一点点的底盐提味啊 刚刚放了老抽和生抽其实都是咸的 对啊 所以说一点点的底盐提味就可以了 我们在煮的时候呢 如果家里有砂锅的话啊 建议大家放在砂锅的盾 因为砂锅炖出来的口感会更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了口感更好 我们呢就把锅换了啊 铁锅换成砂锅炖 接下来那么我们把盖子盖上啊 好 大家注意啊 在炖肉的时候一定是小火啊 大火煮高汤 小火炖烂肉 嗯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静静地去看会儿书 听会儿音乐 30到40分钟的时候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看看这个鸭子怎么样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关火啊 可以吃锅了 哇 有点烫啊 小心一点 嗯 这个 哇 这个松儿好浓啊 我尝一个啊 看到太诱人了 烫烫烫 嗯 很烂啊 我看你 咸甜适中 刚刚好 好软烂呢 啤酒味已经入进去了 这看着就馋得不行了 是吧 那这以后想吃啤酒鸭 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吧 今天的几个关键点我是都记住了 鸭肉焯完水要用凉水冲洗 然后用啤酒浸泡一会儿 还有就是炖煮的时候不能加水 想要味道好 最好选用砂锅 可以啊 啥时候做一锅带给我们尝尝呗 老师 你这是浓煞了 吃饭的家伙事 你用这样吃饭 就是 就那口感还是挺新鲜的那种 反正我没有这么吃过 这种吃法很有特点 我咬的呢 看着肉都感觉有肉汁一样 锁定香香美食 精彩马上呈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老婶你这是能啥的 吃饭的假活事 用这吃饭 就是 这不是捣蒜吗 你这不是 我跟你说你只说对了一半 这跟捣蒜拱弄其实差不多 但是这个叫法和里面的东西 你说错了 那不捣蒜 那 当然不是捣蒜的了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是否见过这样的器皿呢 如果没有 那可要留心看后面的节目了 今天的第一段福利答案就在这里面 在云南它叫冲 冲 对它是缺东西的一样 在河南缺东西它叫冲 这个字可能您有点陌生 念冲 这里要稍微纠正一下读音 是一声 它的功能呢 跟我们平时用的蒜就类似 但是外形要更大一些 名字也不一样 哦 它是一体的 这个作用是干啥的 它是为了 就是那边还是比较原始 所有东西还是吃出来的 冲出来的 来吃 保持的食材的原始原味 今天给您推荐的 就是这家 以云南歹族特色美食为主的餐厅 这冲系列就是特色之一 这个叫啥名字您知道吗 冲鸡脚 就冲米那个串 冲米那个串 冲米那个串 你也听懂了 知道 很辣 可能如果吃辣椒不行 感觉辣 有点酸 那里面有柠檬 还有它里边这个放这个豆角 反正挺别致的 没吃过 没说又酸又辣 对 就是拉得住不下来 鸡串难弹的 但是也入味了 应该是提前腌制过方 冲的哪些东西是要放里面 青豆角 豆角 对 青豆角 生的熟了 生的 对 生的吃的 云南那边吃饭呢 它就是保重食材的熏美味的 这算是个凉菜吗 对 凉菜 青椒 几片姜 还有鸣芒 你当地人不吃醋的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火酸的 柠檬代替的 这个是鸡爪 对 鸡爪 对 鸡爪 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然后就开始倒 对 那么就冲完就可以了 你因为还真了解 这个云奶的东西 因为我在西装版的大外 待了六七年 一直在这里 这个菜总体来形容 就是吃了之后 感觉像在吃草 而且是放了辣椒的草 有种大自然的味道 这里除了冲鸡角之外 还有冲豆腐等其他种类 我觉得作为长鲜来说 还是挺有意思的 当然了 这只是今天的开胃小菜 重头戏 排在后面的 这个菜叫 菜鲍鱼 菜鲍鱼 简单地说 就跟它的字面意思一样 用菜包裹着鱼肉一块吃 那个菜 它并不是简单的生菜 它还有那种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菜 对吧 这应该是紫苏叶 然后这个是精简 上面你可以加米线 然后再加它的 加鱼肉 再加它的酱 敲到一起吃的话 就是那口感 还是挺新鲜的那种 但是我没有这么吃过 这种吃法 没有特点 其实云南包括歹味的 更多的是那个香茅炒烤的 但是它这个菜包鱼的话 我觉得我是在郑州 是第一次吃 其他的那个歹味店 也没有吃过 推荐 推荐 来这吃的话 可以推荐一下吃这个 这个鱼肉吧 一份肉 一盘叶子做的饼 再搭配个小菜和酱料 这种感觉好像是在 吃烤鸭一样 烤鸭 形式上有点香 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它外焦里内 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刺 这的话也不用担心被卡到 鱼的味道比较明显 那就应该是鱼炸过的吧 就比较香比较酥的这种口感 咸咸的 但是呢也咸咸的也不是 也不是那种盐味 反正我觉得这个鱼 应该是泡制过了 味道我觉得很难入的 但是里面也很有味道 看这鱼的样子 我是真觉得没啥味 跟平时吃的烤鱼相比 这表面上我是一点料都没有看到 用蔬菜的水浸泡的味 刚刚有一个人说的是 他说这个鱼 它感觉就是比较进味 是因为这个腌制是吗 对对有腌制 因为它放的有石香啊 精洁啊 芹菜啊 还有很多调味料 这个需要腌多长时间 需要四到五个小时吧 里面有盐啥子 有吧 有一点点盐 哦 石香菜啊 精洁啊 它蔬菜的原味进去 就是这个形式 真的很像在吃口 对 是吧 是 弄个冰 弄个肉 弄个酱 一盏一捐 往这里一塞 这就相当于冰 对 赖吧刘老师 这是吃冰 是吧 先放肉 先放肉 这个吃饭好爽 口一样 油脆 这鱼温柔克小麦茶 吃了没哪啥 外脚里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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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见啥料 但是 可有味 好吃 是吧 包裹着里面这个肉 都感觉有肉汁一样存在 对 我感觉就这样都能吃 对 嫩耳多汁 这菜里面包的除了鱼肉之外 还有花生碎 辣椒酱 和一份米线 这米线我感觉煮一煮吃 还是比较正常的 这包起来吃的米线 总感觉像烧饼加馒头一样 猜不出有啥作用 我也不太懂米线的作用 可能就是他们那个一种 不搭配的方法 比较有特点的第一次见 更可能的是一种 丰富口感的感觉吧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综合一下 它和这个青菜之间的这个味道 这鱼的香味一样出来了 是吧 但是我总一定把人家闻眼熟 这个东西是搭配一种口感 就是你以嘴腰的时候 这个米线就跟你嘴里这样 是吧 海底茉莉转圈圈 特别有口感 你也腰着米线就是了 嘣嘣嘣嘣嘣嘣 就三海了 嘴里叨叨叨叨叨叨 它给你指纹 干净好像坐着在吃 就好像身在于南迷的 就一想 哦 这一看就是南方的吃法 对对对 现在是福利时间 这第一波福利 我们为您准备了一共十份价值 112元的四人套餐 包括有菠萝饭 菜包鱼 卤水拼盘 我们的关键词就是 之前我们推荐的第一道菜 叫什么名字呢 答案三个字 第一个字可能有点陌生哦 发送答案到想想美食的微信公众号后台 就可以抢福利了 这儿的菜总体来说比较原生菜 像之前介绍的冲系列和这个菜包鱼 基本上都是生的蔬菜 直接和烹制过的肉搭配在一起吃 算是个特色 但是这里不都是这样的 这儿还有一些全熟的菜品 比如说下面这个 我觉得挺好的 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就是甜甜的 糯糯的 里面那个菠萝脆脆的 它加好像 不会加了个紫米吧 有紫色的 大概最少有三种 有啥不一样吗 这米 这米比较糯 像紫米全是墨浆的 墨浆的紫米 这不是黑米来的 糯米 这菠萝饭里的米 全部来自云南 除了紫糯米之外 还有这种白色的姜米 也来自云南当地 然后我看这都需要泡水吗 对对对 你它比较硬啊 因为米本身的硬度非常高 所以这儿用的米 基本都需要先泡上24小时 而且这泡米的水 也很有意思 用菠萝汁先泡一晚上 我说 我以为这个米 本身是黄颜色 因为这个米是 用菠萝汁泡了米 对对对 然后外面有菠萝味米 那米一弯过来都已经泡了 就是啊 我想用菠萝水去泡下来 米它吸水啊 能把菠萝的味儿吸里面 它蒸出来全是菠萝味的 将泡好的米饭放进笼上 蒸40分钟 然后将它取出来 放入花生 菠萝粒等小料 再蒸30分钟 最后把米饭倒入菠萝中 继续蒸30分钟 这道菠萝饭才算做成 米饭的话就是蒸的特别软 但是它有粒粒分明 不是说粘在一块的那个 可能看的时候 觉得有点像那个八宝饭 但是吃起来那个口感是一样的 它就是说里面酸的话 它有那个菠萝 甜的话有那个蜂蜜 还有就是本身 它那个米的那个香味 融合的还挺好的 最后是福利时间 发送关键词 菠萝汁 三个字到香香美食的 微信公众号后台 前10名的观众 就可以获得价值 112元的四人套餐 其中包括我们今天推荐的 菠萝饭一份 菜鲍鱼一份 和一盘卤水拼盘 这里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中午 比较繁忙 如果您抢到福利的话 建议错开高峰期就餐 哈喽大家好 我是鸡蛋 这里是西郊的乳和路 编导跟我说 叫有一家特别姓的川菜馆 作为一个从四川上学回来的人 我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到底有多still 走 找了 就这儿 在路口找个位置 就这儿 老板 点太 什么你家特别呀 松口味 有没有青菜呀 菠菜 有没有菜菜 就这样 谢谢 这几个都是很经典的 只要一品 就大概知道火号怎么样了 就大概知道火号怎么样了 来了 老板 这小份儿啊 对 这一小份儿可以吃 这么 小份儿 真小份儿 真的小份儿 天哪 豆皮我来吃 我吃肉片 好吃 刚才我就发现一点 它有 猪肝 鲜肝 它才有那种坦坦的感觉 好吃 毛血旺 为什么叫毛血旺 其实就是冒血旺 大家知道冒菜 一系列的 但是 三十块钱 这么一大盘 太足了 豆芽呢 没豆芽 雪也没有 有 老板 今天没有血吗 有血 这里面 下面有吗 有 有 有 吃毛血吧 最重要就是这个 尝尝啊 嫩嫩嫩嫩 对了 味道对 有些东西没有 有些东西多的 但是你又不能说 它不是正中四川的味道 我的分析啊 它是小管子 有什么又有什么 它不像大管子一样 摆得很齐正 摆得肉片摆得非常漂亮 然后又加点什么香菜之类的 往上一摆 看起来很有食欲净 但是我觉得 我就喜欢这种 随意一点 又惊喜 今天来了有这个 明天来有那个 今天来没这个 明天来又有那个了 不错 但是 像我这种在四川待过的人 麻是一点也不能少的 它的麻味 越微微少那么一点 如果出锅之前 再放点麻椒一半 哇塞 完美了 腰花 好 好 来碗米饭买了 好的 看这种切的 它是这种很简单的切法 吃腰花是什么 那个脆劲 但是它说的 这里面有泡椒 泡椒在哪儿 老板 这泡椒 泡椒是切碎的 就是这个红的就是泡椒 这个是吧 对 别让切碎才能入味才好吃 我以为是那个 是那种泡椒 凤软的泡椒 不是那种 你买那个凤软的泡椒 是他自己外面买进货来的 这个味道好吃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因为我们市商店的特色 我们做的就是藏菜 你要是在这边买的 肯定就出了那个藏味了是吧 每一年到新年辣椒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去买几百斤 买过三十百斤 买来 全部把那个半肉给它剪了 然后在那儿放在里面 也泡 这个当时泡来的话还不能用 它那个生味 就不好吃炒出的菜 小鸡需要泡过 我最低要泡三个月 三个月然后还敢 慢慢慢慢地 他们过温还好 所以说来大家说实话 小鸡今天让我来 没想让我点这个 就我自己自作品刚点了 因为我真想感受一下 好久没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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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夜 正巧兰是开封市一家销售公司的经理 作为一名资深吃货 她平时喜欢钻研开封的各种传统美食 今天她将作为我们的美食向导 带大家领略一种在普通吃货眼里堪称罕见的美食 小鸡没事来开封了 我去带人吃个那个面条 面条不是太假常了吗 扁底都是 那不一样 吃面的都是经常要派对 就是都是稳的稳点比较多 二三十份都没用了 你说还嫌凉 对 嫌凉 经常排队的面馆很常见 但郑大姐告诉我们 今天这道面条曾在清代鲤鱼 《闲情 偶记 隐传部》中有记载 因为制作工艺的技术难度较高 曾一度消失 她做鸡蛋 就是那个早性 比较那个叫你以向不倒 这还留了个悬念 掉卤面 估计不少吃货都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她可不是咱们河南人日常吃的那种卤面 配菜看起来很丰富 有肉丁 香菇 笋丁 青豆等 看起来更像炸酱面 掉卤面 炸酱面比较不一样 这个掉卤面和炸酱面 一种不同就是 食材比较丰富 味厚 稳弄 口味十足 然后吃起来就是很筋 很滑溜 特别好吃 拉面吃起来就是 一定这个吃起来是有软和有筋 她这个八枕掉卤面呢 看起来就是外形 其实跟炸酱面差别不大 她这种面呢吃起来就是说 比较软筋 然后不像那种炸酱面和拉面一样 那么硬 另外就是她这个就是各种食材呢 都是切成丁的 丁这种食材其实很陶巧 因为在咬起来的时候 它有一种弹牙的口感 进嘴的味道就是有一种酱的这种鲜甜 然后后边呢还多少有一点麻味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面条吃起来之后 是让人感觉很舒服 除了味道的区别 食客们还着重提到了一种 让吃货叫绝的特点 我觉得她这个鸡蛋是个蘑菇性的 就是那个上边是个盖 是个白色的 蛋黄在里边 隐隐约也可以看见 后边还有个蘑菇 那个小蘑菇小吞儿一样 非常可爱 鸡蛋就是一个特色 因为它这个吃起来 在别的店里没有吃到 吃不到的东西 所以珍贵 这个面条更紧张 加蛋清加盐 活出来的面 经过三揉三醒之后 在吃的时候 才会呈现软筋的口感 而八针掉卤面的配料 也是格外讲究 里边你看有这个熏点 有这个黄花菜 它是替人扣干的 吃着脆的 香菇替咸味的 还有肉也替咸味的 还有这个蘑菇 都是替咸味的 你看这个原材料比较多 它口感更好 又替咸的 又增加口感的 阴阳丰富 你说它的原料搭配 是很姜牛的 对 先把肉丁变香 依次下入各种切成丁的原料 下锅炒至成熟 熬出来的卤子 为什么能挂到面条上呢 而鸡蛋又是如何呈现出蘑菇的形状呢 锅里的水开之后 王师傅看似很轻松的 从高处把鸡蛋点到锅里 王师傅还说做蘑菇鸡蛋一次做不了太多 看似轻苗蛋写 其实对厨师的基本功要求很高 所以带有模糊鸡蛋的八针掉卤面 现在讲究效率的当下是限量销售的 蘑菇鸡蛋现在就说 技术海量比较高 或价格不多 再一个都说你想这 平常我们买十块油丸的 我们发现说 不是蘑菇鸡蛋的情况下 用的这个还是有点 我们买十块油丸 那这个做不了 因为它是 过去在做这个蘑菇鸡蛋的时候 就搭这个炉 蘑菇鸡蛋给这个炉给一块的 还满碗都没有了 再做必须有麻烦 如果您对八针掉卤面感兴趣 有机会去开封的话 不妨去尝尝这种 在古代典籍上记录的美食 不是你上响了 啥呀 你拿着 那牙签牙签 要吃的话那只能吃个牙签肉 对吧 那你卖不住吗 前上不是又卖了吗 那扎了 前上卖的 你又搞不明白对吧 你比如说给家自个做了 啊 咋了 一看就是碰见啥造型事了 哈哈哈哈 你看哈 拍粉拍多少 对吧 拍多了炸了想消息多 拍烧了 拍烧了 真的是干了 又干又柴 还真不如直接吃这个来 来的方便我一说 不是我我觉得可觉 为啥牙签肉一定要排分 你咋了 你说这没有粉的牙签肉怎么做 吃起来不会很柴吗 完全不会 按照咱们这个法子做穿 不禁看起来又是鱼 而且吃起来特别过硬 说的这么闪 那可不 咱也别辣了 先从这个鲜肉开始吧 心心念念的牙签肉 牙签呢 牙签肉 牙签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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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肉条 这边有一层筋膜 对 这个筋膜千万千万不能用 因为它 这个筋膜你不管做什么 它都会影响它这个肉的本质 一定要把它去掉 咋去筋膜 你往过了 去筋膜你看 有没有小技巧 把这个肉放上面 贴到这个案板 轻轻的把它划一下 这个盘 就是这点就不用了 然后这个刀就说上面 还可以就是说 再来一刀 再来一刀 如果说你刀工好的话 还可以再来一刀 足了足了 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了 切着手了 切着手了 没事 有串口天 这去筋膜 咱们还是量力而行吧 切到手就得不偿失了 可不是 这肉啊 大概要切成 一厘米减房的畅调就行了 这样会不会太大了 不会 因为咱们不过分 所以肉啊 大一点比较好 差不多一斤半左右吧 一斤半左右 然后那个 主要就是放那个 就是根据这个盐 盐大概就是放 这一勺盐大概在五克左右 五克左右 一勺 一勺半左右 一勺半左右 盐量还是很大的钱 对一勺半左右 然后是 然后加点鸡粉 鸡粉加一勺 放点白糖 提个香味 建议就是放点胡椒粉 就是做盐签肉这个肉啊 就是一定不要水洗 不能水洗 对 如果你要水洗的话 就是说 你可以就是 你要显这个肉不干净的话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买回来之后 就是把它就是说 表面就是用那个就是吸纸 吸纸的话把它就稍微 沾一下 沾一下就行了 因为做盐签肉它这个肉 就是你要是水洗了之后的话 它肉里边有水分 就是如果你要再炸的话 它锅里边 油锅里边会自拉的声音响 容易溅油 容易溅油 一叠着它就 炸这个肉的话 炸出了肉不干 料酒 料酒的话就是说 也不要太多 两勺 两勺左右 然后就是说 加了这个老臭 老臭就是说 不要太多 就是说删下颜色 一点点 对 稍微一点就行了 这是啥 这个是那种鲍鱼汁 它比这个蚝油的话 它比那个蚝油的味儿 更鲜一点 更鲜一点 就是说它没有蚝油那么咸 腌制我看放了盐 糖 料酒 胡椒粉 还有鲍鱼汁 鲍鱼汁如果没有 蚝油也能代替 这样抓拌均匀 腌制大概二十分钟 充分入味儿就行了 这就能炸了吧 你咋哪个鸡里呀 今天咱做的是 牙签肉啊 对呀 牙签肉啊 对对对 还有牙签呢 牙签上就是这个 把它锅下 用水泡一下 这里面加了有味儿吧 等于是稍微加一点 加一点点盐 还为啥要把牙签里面 加点盐呢 盐一下之后 牙签上面有那个水分 有水分的话 咱如果锅炸的话 牙签不会变黑 对 如果说你要是直接干炸的话 油量高的话 牙签肉会变黑 明白了 现在就能把肉 一点一点穿起来了 别看咱们今天肉块大 其实只要折叠着穿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样S型的穿 估计十多分钟 这一斤肉啊 就搞定了 到了这儿 前面的工作 基本上都搞定了 来 开货 赶货吧 正常情况下 我看外面卖的 它是不是会拍一层粉 对不错 它是拍一层粉线 咱们不拍 对 咱就自己在家吃的话 就是说你直接 不拍粉 不拍粉的话 炸这个肉炸出来 炸出来会更加干香一点 更干香 对 干香一点 对 不拍粉 咱们这个油温 是不是要注意啊 是的 量又下锅呀 油温慢慢升高 第一次炸的时候呢 大约四成热的油温 看来你是要炸两次了 我觉得第一次炸制 就是让肉成熟 所以油温不能太高 全程四成热就行 这就感觉是在滑油 对吧 完全正确 你看不到两分钟 这肉岂不让它就炸成九成熟了 看颜色还是发白 没猜错的话 下面要重油吧 上面开始冒泡了 对 这个肉油温就差不多了吧 对 再把这个盐盐肉 到锅里边 然后再炸一下 哇 瞬间颜色都变了 瞬间颜色 那炸盐再炸的更焦点 我感觉再炸一下可好吃 是不是 再炸一下 再炸一下 这个已经开了 再过一下 我感觉越焦越好吃 你看看你这要求过分了 再炸着 这牙签真的糊了 没事 吃着霜才是汪倒 这就好了吧 看这颜色没毛病 可不 不筋不颤 而且里面的肉还特别嫩 吃完不要紧呢 放到冰箱里面 还可以继续吃 我想想啊 吃不完 下次吃的时候 我们可以重新制作一下 加点油 放点干辣椒 再来点孜然粉 撒点芝麻 是不是就变成另外一道菜了 感觉你吃着狗服又替什么呀 所以说是不是很简单 散布咱几号了啊 该导去解墨 研制传成创 炸至两遍 嚼俗香 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